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话题说 就是河北的货车司机 金德强和农药这件事情 现在来看呢 事情的发展呢比我想象的啊 要快得多 证明了党国强大的领导能力 这个事件的处理 确实非常非常快 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国内很多媒体呢也都跟进了 好像是金德强这个人啊 就是在他们卡车司机 这个群里头还是个比较活药的人 所以他在喝农药之前啊 他把这个前因后果呢 他都发到这个群里头了 包括他那份遗书 他都发到群里头了 那么这就引起了全国几千万 卡车司机的重视 很多卡车司机都发视频 声援金德强 这个媒体啊也跟进的比较厉害 我从昨晚还是到今天呢 就是这方面的消息呢 也看了不少 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被中共已经压下来了 这个事情呢 到今天呢 中共呢又做了一次 圆满的危机公关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从三个方面啊 来说一下这个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镰刀对韭菜的麻木 大家都知道 像金德强这种卡车司机 在中共看来 他就是十几亿韭菜中的一颗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金德强这种人啊 就是没有一点感觉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比较奇怪 就是这次好像警方 对金德强的家人呢 特别配合 就是他儿子发出来那些视频啊 都是警方陪着去 把那附近的监控都调出来取证了 这里头有一个事情呢 让我看了以后 确实很气愤 金德强为了这个两千块钱的罚款呢 在这个检查站呢 就找铃铛反应 但是没有人理他 就说这个罚款呀 已经是最低限度了 那么有关装这个北斗系统的规定 是咋弄的呢 就是你这个北斗没有打开 或者是坏了 没有维修 这个呢 罚款是八百块钱 这个要有主观的不维修的这个行为 这是发八百块钱 第二党呢 就是故意破坏这个北斗导航系统 然后是拒不恢复北斗导航的功能 那么这个算是情节恶劣 这个罚款金额是五千至两千 可以说他们对金德强的处罚呢 是按照这个标准里头的低限额 取了个两千块钱 所以金德强很冤怨 他自己并没有破坏这个东西 他主观上就没有犯错了这个意愿 这次北斗掉线 他完全不知道 也许就是你北斗的技术故障 那么你要把这个罚款 寄到这个金德强的头上 那金德强肯定是不愿意 所以讲到这样 大家就说 这个北斗呀 确实是助纣未虐 自己没有本事到市场上去赚钱 就是通过这种垄断 就是变成了中共割韭菜的一个工具 好像是往这个卡车上 装一个这个北斗系统 要收八百至一千二 不等的费用 那么你想想 这是多大一笔费用 那么金德强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 他跑到这个附近的一个农资商店 买了一瓶农药 然后又拿到这个办事大厅 就说你们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就喝农药 然后这里头的人都很麻木 没有人理他 然后金德强是当着这么多工作人员的面 把农药喝了 然后倒在地上 还没有人理他 那么我想啊 这些工作人员 你说对老百姓的生命 是多么的麻木 甚至他们觉得可能金德强呀 喝的这个农药都是假的 可能里面装的是自来水 是来吓唬他们的 就没有人施救 最后呢 这个金德强倒地了 十几分钟以后 他们一看 这是真的喝农药了 这才把他往这个医院去送 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可以说没有第一时间对他施救 而且金德强在喝农药前啊 就给他的儿子 跟他的朋友都通过电话 别人都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不会真的发生 但是金德强在那种情况下 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儿子啊 还是非常关心他的 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 最后这个电话呢 是这个路任人员接的 他儿子才确定 他爸已经喝农药 已经出事 这个就是前面这个过程 这个里头我感到比较奇怪的 就是这个事件的调查呢 警方是在全程参与 他儿子调取这个录像的过程呢 好像也没有受到阻挡 好像这个警方的力度还比较大 媒体的跟进速度也算可以 这个可能也许是中共的一种策略吧 想拿这个呢 把老百姓的这个气放一放吧 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实际 今天啊 在中国的网络上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第二个感慨呢 就是韭菜对镰刀的恐惧 谁这个事情出来才第二天吧 陆正呢 跟他的家人呢 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 赔偿的金额呢 没有说 那么我想能这么快达成协议 这个赔偿的金额呢 我想也是他们家人也能接受吧 最起码这个里面 肯定是有这个威胁的成分 那么你要不接受 可能一种后果是啥 那么接受了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后果 那么作为一个韭菜的话 你没有绝对的决心 那么你可能不会跟中共去对抗的 我想这里头也有这种因素吧 就是作为一个韭菜 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个镰刀进行抵抗 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这个呢 可能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啊 普遍的想法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头就说了 这个卡车斯基金德强啊 他这样去死掉 那么中国陆镇是不会变好的 他依然会这样去操作的 因为这就是他们搞钱的一个产业链 但是金德强为什么不向杨家学习呢 实际底下很多观众啊 都给出了答案 一个是金德强的担心他的家人 他一旦做成这种事情 他就成了一个刑事罪犯 那么就会关联到他的子女 以及一些亲属的将来的好多工作 这个共产党已经是做了强细的规定 什么不能考公务员 不能入党 甚至是不能当保安 这个呢 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株联政策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吧 做过一些节目 就是专门介绍他这种 如果说父母被中共处理过以后 对这个子女跟亲属的影响 我是做过一期节目的 就是最差 你连保安都当不成 我想金德强呢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昨天呢 有的观众就直接指出来了 那么金德强不去学杨家 他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然后呢 肯定金德强呢 也是想到 如果他死在这个政府机关呢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想这个方面呢 金德强也应该是考虑过的 那么一个人呢 在这个单位里头啊 就是采取了这种极端的办法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好像刑法里头呢 单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责任 我们只能从道德上 谴责他是见死不救 对不对 就是全国有很多人 去上访的时候 在这个新访办上吊了 或者去申冤的时候 从国安局楼上跳下来 这种人是很多的 但是 这些机构的人呢 都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个方面好像缺少 有关的法律规定 但是往往这种事情出来以后呢 这些单位呢 都会给死者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这个在中国呢 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所以呢 共产党是罗布加大报 几个方面一用呢 他的家人啊 很快就跟他们达成了协议 这个事情就这样完了 他们家人已经同意 马上就火化遗体 可能大家看节目的时候 他的家人已经拿到 这个金德强的骨灰盒了 这个事情就处理的这么快 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宣传部门在一家 这个新闻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卡车司机金德强啊 舍命为卡车司机呼吁这件事情 就这么两三天就完了 就没有了 那我们再看啊 这个北斗系统的操控力有多强啊 就是这么两天时间 网络上有很多篇稿子 来替北斗系统编户 就是说此北斗不是匹北斗 就是中共宣传的那个北斗 是国之重器 是发到天上去 然后指导中国的军事呀测量呀 什么东西 说的很多 说是底下的这些产品呢 就是他们借助北斗系统的一些 外源产品 他们是蹭北斗的热度的 他们跟北斗没有关系 就是跟现在我们心里在认为的 这个北斗啊 没有一点关系 已经把它自己拖得非常干净了 就是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就好比说 单位出的事情 一定是那个临时工干的 绝对不是正式工干的 跟这是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我们就能看来 这个北斗呀 就是共产党的亲儿子 就是他们所说的国之重器 怎么会犯错误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北斗也没有责任 我们往根子上说 这个金德强不就是被那种制度压榨死的吗 对不对 从这个道路管理 从这个运输市场 从这种北斗系统的强制割韭菜 那么作为他们这样的普罗大众 他们有什么办法的 所以金德强的死 并不能唤起社会什么事情 他也许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他死了 给家里呢 赠来的一批补伤费吧 这就是人间的悲剧呀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 你对中共的这种控制能力 真是不服不食 当然这个过程中呢 韭菜也需要觉醒 但是韭菜你说怎么觉醒呢 那么觉醒以后 韭菜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就是把这些韭菜 把老百姓 也是变成了一个存物质的 老百姓最后都不算道义账了 都是在算这个经济账 所以杨家才会被称为义士 杨义士 我想杨家这个人会遗传千古的 他去伸张的是一个说法 就是你警察这样处理这个事情 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他争取的那个标的物 就是一辆自行车 能值多少钱呢 对不对 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正义 但是更多的老百姓 没有杨家那个觉悟 最终在中共的权力 跟金钱面前的屈服了 所以卡车四季金德强这个遭遇呢 最后让人也是唏嘘不已啊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 当年发生在西安的 杨家心这个事件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这个呢 可能也能说明一种 老百姓的心理吧 当年呢 杨家心开车啊 撞死了长安区的一个中年妇女 这个女的呢 她还有个孩子 杨家心把这个妇女撞死以后呢 她没有选择去投案 她反而是下来以后呢 她怕这个女的不死 又掏出刀子呢 把这个女的捅了十几刀 然后驾车逃逸 最后被抓了以后 她的理由是 这个农民呢 比较难缠 她怕事情越惹越大 所以她选择了这种极端的办法 杨家心这个事情呢 就是从一个交通造势呢 演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 那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 就是刑事责任她要付 民事责任呢 她也应该赔偿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张家啊 有一个亲戚 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吧 就是表现的非常能行 她说呢 我们一定要主张正义 一定要把杨家心判处死刑 拒不接受赔偿 按照中国的这个法院判决呢 就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受害人家属呢 给了谅解协议呢 都能窜一个从今的环节 那么杨家心本人呢 他也是西安音乐学院的 一个大学生 那么就是在这个亲戚的 这样一种建议下吧 这个张家人呢 就是坚持没有要他们家的赔偿 最后杨家心被判处了死刑 也被执行了 等于说这个杨家呢 也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然后那个张家呢 那个女儿死了 也是留了一个孩子 才几岁 也没有要民事赔偿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过了几年以后 有记者去采访 这个张家过得非常的悲惨 那个他女儿 就是家里头的顶梁柱 出世以后呢 就留了一个孩子 父母都年迈 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辛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么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 老百姓会怎么选择呢 所以有时候啊 从这个事情上 包括杨家心这个案件啊 我就在想 有时候呢 在某些方面啊 也不能对中国的老百姓 要求太高吧 他们既然已经是韭菜了 他们也只能当好韭菜 他们还能怎么样呢 这个话说起来 虽然有点绝望吧 但是现实呢 可能也就是这样的 好吧 有不同的观点呢 希望大家发表 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 让我在这思索了很长时间啊 也是五味杂陈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